台湾人爱吃面 带动半面市场年产值破百亿元 台湾营造业龙头 董作无春山的兴趣多元 同时也是一位面食老涛 他说营造业和食品业都是良心事业 因此高规格在日光充裕的嘉义 打造玻璃屋科技制面厂 采用无城市生产 开创台湾制面业先驱 立志要成为亚洲面王 预约5000平 首次对外完整公开带您职机 别于传统制面厂 整个厂房环境整洁明亮 玻璃屋的设计 让做好的面 24小时都能享受阳光 玻璃的部分是走防爆的一个玻璃 空气进来之后 第一道有一个整面的一个空气滤网 阻绝一些粉尘的一个过滤 让我这里面的空气更干净 整座厂房采用无城市生产 来到原料端 只有面粉和水 光是水 就经过软水和RO逆渗透等处理 加上领先业界的八道压面工法 让面体扎实 Q弹 并研发13种面体 其中的新型面 更获得专利 我们还会继续再送到烘干室 有四间烘干室 每间造价300万以上 去做12到14个小时的持续的烘干 让我们的水分降到10%以上 为了要争取欧美订单 我亲自认证我也做了 那FWSC我也做了认证 我们决定用这种符法 然后做出来是最健康的东西 我们可以始终坚持下去 这就是良心 以先进的工业4.0智慧 制造方式制面 导入红外线水分分析仪 随时监控品质 开创台湾制面厂先驱 站稳台湾饭面代工市场前三名 更获得美国香港等订单 因应市场需求 整个园区第二期将新建 全场自动化生产线 第三期规划收拾冷冻贩售大楼 干净很安全很天然的一个食材 去做我们日常的一个食品 从面开始到酱料到冷冻食品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一个构思 我们起洗了 现在开始就是先希望成为亚洲面网 到之后我们就是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现代化的设备用尊骨法来制造出来 所以它绝对绝对是一流的变体 独到眼光与挑剔问蕾 加上好友们力挺相助 营造业董座秉持工程建设 永续经营的理念 要为台湾开创新的国民美食 挥向国际成为另类台湾之光